12月17日是胡适121周年诞辰纪念 胡适纪念馆展出胡适与蒋介石的特展 这两个文武双心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 在学术以及政治领域各居一方 也互相插出许多火花 那么他们两个的互动静和 从史料当中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熟悉的校园名歌《兰花草》 80年代流行一时 却很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 竟是由胡适1921年写下的白话诗作改编而成 胡适在几乎100年前所写的各种诗歌 一直到今天还是深深的可以打动我们的人心 20世纪初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 而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一统中国 但国民党以党治国引发胡适的知识分子良心 批评党治 国民政府对于自由民主人权 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跟胡适的期待呢 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距离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那么胡适呢 他可以说开展了他一生当中最激烈批判政论的时期 胡适1958年就职中研院院长时与蒋介石一见相左 史料曝光 看得出胡适与蒋介石 倒虽不同却相为谋 在反共前提下各自描绘对理想中国的图像 他们两个人在大目标上 国家的大方向上他没有差别 但是途径道路 这不一定想通这个胡适是绝对的一个民主自由思想家 所以当然跟蒋介石的他的负国家重任想法可能会有差别 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威有期待有批判有意见 那么这呢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而政治权威呢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虽然在私底下日记里面写了一大堆kimochi心情不好的话 但是呢还多少在表面上有所容忍 而在中国大陆呢 我想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臭老酒 他们所能够受到的一个命运呢 跟在台湾是当然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特展选在胡适121年诞辰纪念日开幕 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互动点滴中 也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面对政治强权的风范 新产的电视陈静教张芝萱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